范例档部分呢 请各位就是自己再把它 也许存在你学生碟吧 第二个就有关那个上课用的那个讲义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PDF档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列印下来 不过这个讲义部分的话 不是最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 我建议这还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以后相关的答案都会在这上面 那我们主要是以前面这五大类的函数 从函数一直进展到VBA 答案都在这上面 所以以后你要找得到 反正你只要记得那个网址 应该都会有了 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上课 所以上个礼拜的这个东西 解答呢 在这边只要蓝色的地方 或者你们看到应该是长这样子吧 那其实我习惯用成那个 就是列表 因为它太大了 底下看不到 所以把它列表 OK 然后你把它打开 上个礼拜的那个相关资料都在这里 要不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下载下来 它这个好像下载格式可以选那个WORD 那你可以再自行列印吧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那我的习惯 因为我习惯都无子化了 所以手机上也可以看 电脑上也可以看 反正知道答案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特别列印 不然的话不太环保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上个礼拜的相关的答案都在这上面 但是有些有讲到 有些没讲到 没讲到的话就自行列起吧 因为我觉得有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像这个地方 用trim跟subtitude 不过这边难度会比较高 主要会牵涉到内码 那什么叫内码 其实就是 美国人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他只会想到英文跟数字 还有一些符号 他一定不会知道中文 所以如果说 假如说我要判断中文或英文的话 那当然如果他的内码是大于127的话 所以特别就是石经卫在这里 石经卫0到127 所代表的那个对照的内码都在这里 数字部分在这里 英文的大写在这里 英文的小写在这里 当然不会有中文 因为中文也放不下 127怎么可能放得下 所以后来演变出来 就是如果是英文或数字一个拜证 那如果是中文的拜 就两个拜证 所以会有差异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 内码部分 也许各位就是关键就是这个 call 去判断那个内码 那如果是英文用trim 如果用那个中文的话 就是subtitude subtitude就是取代 取代什么 把空白取代成没有 所以这个刚刚我同学来问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那另外的话就是 上个礼拜的答案 第一个 REPD加LEN 第二个 当然可以更简单一点用test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计算年次 我刚提过 你一定要用test函数 所以很多人不会用test函数 后面年次你是抓不到的 为什么因为直接切前面两个 起来过来东西怎么不一样 那答案在这里 那特别是有很多人没有这个观念 你可能会做不出你要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有关那个开发人员 我们好像有录制聚集 所以上个礼拜已经有开始录制一点东西 那答案也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些前面讲的要熟练 因为后面都会用到 如果你不熟的话 以后会跟不上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 刚刚的那个细节内容 上个礼拜有把它录下来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叫教学论坛 那我这边有讲说你如果需要 以后上课内容 我把它录下来 请自行加入 所以加入的话 请你点这边 第一个先登录Google账号 再把它加进来 上个礼拜东西 就会贴到这边来 那也会自动转信到你的信箱 所以如果你先加入 我才贴你会收到 但是如果贴了 你再加入 你就收不到上一次 但之后都会收到 OK 我给大家注意一下 那怎么看里面的影片 点进去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个完整引擎 下面不是连接 点进去就有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 我是分一个一个的段落 那每一段 基本上在控制在10分钟左右 不过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大概10分钟 因为我发现你们的注意力 大概就10分钟吧 10分钟过了之后 就开始摇晃了 开始不是那么专心的 甚至有的同学 习惯一定要拿手机看一下 好像每10分钟 一定要看一下手机 好像没有看手机 感觉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大概控制10分钟一段 你们就练习一下 那当然你回去的话 复习 不见得像改用test函数 如果你忘了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不需要从头看到尾 你可以的 你不熟的部分 再把它看一下 如果塞尼斯想要全部重听的话 你就全部播放一下 就OK了 那观看次数一百多个 表示应该回去 大家应该蛮认真的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今天接着来看 接下来的话 上个礼拜讲到有关 聚集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接着来看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打开 如果你有存档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而且上面会有个启用内容 请特别注意 这个启用内容你一定要按一下 如果你没有按一下 你后面VBA都没办法用了 因为它这个有安全性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VBA层次 如果以前有什么VBA的聚集 聚集病毒 OK 所以他担心说如果是有病毒的话 那就会不能启用 不过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把它启用起来 好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就是 有做两个按钮 不过如果说你今天不是按按钮的话 我常讲过 你可以按一下它 它会怎么办 去执行 清除 有没有 笑脸就执行 按叉叉就清除 那不过上个礼拜这东西 当然你可以做按钮 按钮的话 特别之后 这边一样 其他命令 然后把制定功能区的开发人员 一定要打勾 因为我们这边环境 每次上课都有还原 所以每次上课都要再修订一次 所以顺利你就熟了 然后记得 如果要加按钮的话 就插入按钮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 录制的东西应该还在 所以加的话在这里 点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这边的话贴上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 上个礼拜影片都有录下来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 假如你忘了 你可以回头再看 另外呢 第二个按钮 其实我是建议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我每一次拉 就不太一样大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指向它 你会发现这大小不一 所以怎么办 我教各位一个诀窍 我的习惯是 按右键 怎么样 把它复制 为什么复制呢 因为我把它贴到这边的话呢 它会长一模一样 那用它怎么样 来修改 按右键指定 聚齐 改成清楚的话 再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去修改这个按钮上面的名称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每次贴的都会长一样大 就不会说第一次拉的这样大 第二次又好像不太一样大 就有麻烦 按一下它 它就执行 按一下它 它就清除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上个礼拜讲的内容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来看 上礼拜是用录制的 所以还没有写到程式 但今天的话不一样 今天的话我讲过 就要开始来自己写 不是用录制的 因为你会发现录制完之后 聚集里面呢 你可以按下编辑 它会跳出什么呢 跳出那个visual basic的那个环境 那记得这边先把它放大好了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 一先放大 二的话呢 我习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三的话呢 你可以把属性这边拉下来一点点 这边拉宽一点 主要是大家了解一下 以后我们写的程式 一定会写在模组里面 录制聚集一样 也会在模组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写的 反正一定就是第一步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 你就要插入模组 你不能随便乱写 因为这边有同学乱写 执行就会出错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慢慢要熟悉这个环境 因为以后 写程式呢 都要知道 所以我上次好像跟各位讲过 这边可以关掉 你要打开 就点点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 如果不小心把这个关掉 这个关掉也没关系 从检视里面 叫出专案总管就可以了 那下面那个叫属性视窗 不过这个属性视窗很讨厌 常常会遮住 所以你把它关掉没关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一点程式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录制聚集是module 1 可是我的习惯 我想说我不要放一起 我希望另外 以后写的程式 我另外放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按右键 其实任何地方按右键都可以 插入一个模组 我可以产生另外一个module 叫module 2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个module 2里面 写一点程式 那写程式的话 就是说不是录 我自己要产生 所以 第一个请各位先开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利用VBA撰写 你第一个这个VBA的程式 所以第一个程式是最重要的 请大家看